各位 今天是2月2日 星期四 我們今天來到西貢 剛剛在北潭蔥下車 現在大概10點4左右 今天我們放假來逛泰頓 今天是涼涼的 天朗氣清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郊遊的地方 打算放下飛機拍一些漂亮的影片 因為泰珥風景出名是漂亮的 我們剛剛下車去了廁所 就向著我們的入口進發 入口就是停車場 看到前面有個紅色鈕 後面就是一個入口的山徑 我們預計用1小時左右的時間 一旦就會上去這個山頂 然後就看看選擇是沿路下來 還是會在後面那裡 下回來走去北潭蔥 即是執魚湖外那邊 這樣走過去 然後就要按照時間 在那個紅色鈕後面 再走進去一點點 就會有一個P字的鈕 這裡會有一條C帶給你聽 就是走進去山徑 這裡就會在上體敦的路線 前面已經有幾個人 好 好 前面那段山頂是有一點點崎嶇的 我們現在就慢慢走上去 我們走了10分鐘左右 來到一塊一點點的平地 我們前面那邊就是泰敦的山頂 就是我們第一站的目的地 所以還是有牌照的 山路也有點崎嶇 還有會在蜜林裡面這樣遊走 所以就沿路上沿路下 那邊也是有點懶 另外那邊也是更加懶 那邊會比較直一點 所以呢 要準備 功夫要做好一點 到 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 景色很清 還有呢 是相當漂亮的 現在是相當漂亮的 這裡還要看 這裡還要開陽 還是更漂亮 看看景色 先看看 嘩 太忙了 很清晰 今天景色非常美 我想拍一幅超廣角的照片 很難得 很美 大家欣賞一下畫面 我們接近山頂 看到有人在 到山頂了 用了半小時就走上來了 很可惡的景色 嘩 很美 看一看 正前方 就是西貢的外道 我們看到的角西州 另外市中心 飛鵝山 大金鐘 灣庫山 馬鞍山都看到了 好清好美 另外還看到 上搖一帶的景色 先拍照 現在沒有人 剛剛放了一些學拍片 挺漂亮的 不過 旁邊有些太陽 打上來就會有點殘忍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前面就是西貢的外道 我們 就由畫面的最左邊講起 那裡就是 萬宜水湖 我們都會看到東坝 花山的地方 旁邊周就剛剛遮住了 前一點就會看到西坝 另外下面就是上搖一帶的地方 那 如果我們待會有時間 可以早點下山的話 我們都可能會走上 上搖的家樂徑 去那個湖灣 接著就會回到西坝 再走出北潭沖 如果夠時間的話 另外 前面就會在一些 較西州的高爾夫球場 鹽田仔 鹽田寺 那些地方 遠一點就會看到 青水灣一帶的景色 我們就會看到 釣魚翁 將軍佬一些樓 另外就會看到 青水灣一帶的樓景 或者是科大那些地方 另外就會看到 檔島東區的一些山頭 可能是柏架山 那些山頭 另外這邊就會看到 是不是IFC 很遠處有一棟很高的樓 可能是IFC 然後 前面有個發射塔的飛鶴山 另外有個波波的 可能是磁雲山 或者是大老山 對 再轉下去 就看到西貢市中心 就是我們剛剛打巴士來的地方 就是有碼頭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後面就會是 很出名的昂平高原 你看到那裡有個平的地方 就是昂平高原 在它的右邊就會是大金鐘 接著就會是彎曲山 和馬鞍山 所以今天都很清楚 我們都可以看到 西貢一帶附近的景色 景色都蠻漂亮的 我們可以再走一級下去 我們可以再 可能會清楚一點點的 我們可以先拿一下 等一下就會準備下山 這裡 就沒有遮擋 可以看到更加開陽的景色 這裡拍照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沿著一些明顯的沙徑 就會走到那邊 下山 之後 下山的那段 就會有一點點 比較不值一點 和崎嶇一點 接著 一個平坦一點的路 就可以走出去 北潭蔥 或者去執遠 這裡 路就多一點 少少蜜草 今天 可能昨晚太冷 所以 沒有什麼人來露營 我們都可以 在這邊的石頭 都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 另外一些西貢的景色 這邊會少人一點 其實 這個位置 打卡都漂亮的 其實 這個夠石夠平 但是沒有那邊那麼靜 所以 外島 或者萬宜水庫 那邊 就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這塊外島 打下去的景色 各的光是挺漂亮的 看看能不能拍照 那 都 嘿 我們上一次 跟老闆走 就會走到對面的雷打石那邊 但是呢 今天因為那段路 是有點崎嶇和難的 所以我一個人就 不走 所以我就 選擇 走一些簡單的路 慢慢地 走到山上 接一條交入境 然後回到 塞魚湖 或者北潭蔥那邊 那 再看看到時候的時間 是怎樣 那如果OK的 那我就會 走上這個上搖交遊 那希望 就 都OK 那如果 不是呢 或者 要看那些量響 夠不夠 量響不夠 都要太早走 那就走不夠 因為 之後 可能沒有補給了 如果我去塞魚湖 那邊走的話 那如果下北潭蔥 都剛才起點那裡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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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再買少少東西 那樣 那如果沒有 不經那裡 又餓 沒有東西吃的話 那我就 寧願早點回到市區 好 那我們呢 都 看一看對面的景色 那邊北面那些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 怎麼介紹過 和看過 其實那邊呢 會有個 藍蛇尖 那 後面 其實 就會看到 八仙嶺那些 景色 那 這個呢 可能 就是三段的路 來的 那 可能是 牛耳石山 滑眉山 另外 我們看到 有個發射塔 那個就是石屋山 那 就 三段的路 就會走過那些山的 對了 那 然後 就會 下去 下去 那 下去 雷打石後面 那座山後面呢 就接著走三段 就會上去這個 雞拱山 那 再下山呢 就會到 馬路了 那邊是 水浪窩一帶的地方 那 繼續可以 走四段 即是上馬安山那邊 又或者 就可以搭車走的啦 那 我們呢 剛才泰敦就在對面啦 那裡 有一個人 就走 站在這裡啦 那邊就是泰敦的山頭來的 我們就 先下了一些山 穿了兩座山仔 其實 上到來這座山頂 那 現在呢 就要開始準備下山了 那我們就會落到下面那個山谷那裡 那裡 然後 走出去 那邊的 那這段山路呢 就 很斜 而且很崎嶇的 那所以呢 就 嗯 要小心一點啦 那剛剛我們上這座山仔之前呢 其實就有另外一條路呢 就會落到那個長山交遊景那裡 那裡 那那個 我想應該可能會 容易一點點啦 但是 可能就下了山之外 要繞長一點點的路 才可以回來啦 那 那我們現在呢 就 開始要下山了 那所以呢 那 我們下了山了 那我們呢 就 回來這些 類似加樂徑的物體啦 那 不過 入山口呢 就是這個站竹灣 和北潭蔥 這兩個派中間的 那 在這裏呢 就可以上去 太敦的位置 來的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沿著這條呢 就比較 比較闊一點 和平坦一點的路 那 就 一直可以走到去 側魚湖 或者去北潭蔥的 那 應該去側魚湖的條路呢 就 好像會是近一點點的 那 然後就可以去回 我們平時呢 呢 走向很近一段那個巴士站 下車的巴士站 那 然後 就可以 回到 起點那裏 那裏 那 就 接著就可以 走一點點馬路 行人路呢 就可以 去到這個 那個 上搖的 郊遊境的日後 那 我們呢 如果 時間OK 去的話 那就可以再走到那個路 也可以 那 那 待會也會有個分叉路口 那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那如果你要去雷達石 就會一直向前走 那我們如果去北潭蔥 或者側魚湖的地方 就會轉右 然後走出去 那 另外左邊都好像是有條路 但是 不知道去哪裏 那 我們也看到前面呢 是有些人聲 應該是有些人聲 應該是有些人聲 在那裏 對 那 好 那我們呢 應該是差不多 到一個十字路口 好 好 好 我們 到一個十字路口 好 好 好 前面就是那個路口 那 有些小朋友應該是學校帶來交遊的 那 有北潭蔥這樣走過來 那 我們就走去北潭蔥那邊 那 前面呢 有一條路就會上這個路打石 那如果你去大網仔路就會走左手邊 那條路 那我們呢 如果去北潭蔥呢 就走九個字兩K 就會回到北潭蔥 那 沿途呢 這個也是大路來的 那是Gopro 是嗎 是嗎 是名字嗎 我叫Sulo 是 我可以在影片嗎 sorry 可以是做這個嗎 是的 你好 好 開心 開心 好 好 我們現在會繼續向前走 剛才有些小朋友問我 是不是放上youtube 我就說是 所以就 我們很開心很做事 我問了我的頻道名字 好 那我們預計 待會也會再有一個分餐後 選擇去駐魚湖或北潭蟲那邊 我們現在可以脫售套 因為現在不需要用這堆售套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簡單帽來走 這些交入鏡 突然轉了個彎出來 看到一堆紅樹 紅色的樹 好漂亮 不得了 紅色的樹 立刻停一停步拍照 剛剛一排的 真是很漂亮 這個是什麼 大概又不是 是不是都是那些風 香濃的風樹來的呢 也算是 類似的 還有一些朋友 這裡也有幾棵 其實山上也還有別的 只不過我們走不到上去而已 但是遠看 剛才一排 前面也有一些 就有一排 是 很漂亮的 我們會經過這些樹 兩旁也有 紅色開始住 很漂亮的 不用去泰棠 太多了 也有很熱的 這裡呢 那些是沒有鑽紅色的 全都是黃色的 橙色的 橙色的 前面也會再多一點 山上也會再多一點 這樣 這樣 也挺漂亮的 上面有些很漂亮的 上面有些 不過我給你 會不會走到那些地方 對 我們可以 用著上去 現在看看上面 下面有些 Sweet Gum Woods 來的 你看 多漂亮 很漂亮 有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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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佔地底層 快點 上面的部分 有很多 有很多 紅色的 這棵就有黃色的 真的不得了 這裡有幾棵 也挺漂亮的 陽光打不開是挺漂亮的 好了 我們剛剛在這裡 很舒服 很舒服 我覺得很乾淨 很舒服 又沒有人的地方 吃了一個午餐 簡單單單就吃了一個 核桃蛋糕 然後再上路 這裡就是 近襲羽湖的地方 我們現在 準備到最後一段的路 這是北潭沖 小巧區五毫場 這個場地 很舒服 我們現在 慢慢地走回到山 走回到汁羽湖的地方 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北潭沖自然救浴境 我們會去汁羽湖的地方 我們會沿著這條路 走進去 有個上搖家樂徑 還有北潭沖自然教育徑 我們一來到就會看到 很漂亮的河徑 這個河徑也挺漂亮的 一轉進來就看到了 好 很漂亮的河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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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澈的河徑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條路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條路 走進去 這裡會有一個文物館 講述上搖民族的歷史 另外那邊就會有一個燒烤場 但現在已經封鎖了 我們會沿著這些石屎的路段 慢慢走進去 我們沿著這個石屎路走 在我們的河徑對岸 應該是一個道街營 所以我們聽到一些人聲 看到一些小艇 應該是一些水上活動可以玩的 而接著我們前面 應該是 可能是有個搖在這裡 就是上搖那個湖側 應該就是這個 以前是用來宵夜用的 然後現在就圍住了 這個是一個湖側 以前就用來燒了一些土耳的東西 我們就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伸過去 伸過去伸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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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就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就這樣圓弧 以前就用來燒一些瓷器 或吐氣 就會用這個搖來做 這個是其中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搖 現在都還在保存 可以再看一看 好 那本來是有樓梯級的 可以進去 但現在就有一個樓 這樣遮住了 所以就可以進去 我們就看到下面 它也挺高的這個窯 這個灰窯 在這裡有一個描述 那就是做石灰的工具 以前就會用一些貝殼或珊瑚來修製 然後就 做完就拿出去了 OK好 現在前面那個就是一個文物館 尊育民族文物館 這個要 要安心出行 然後呢 會有些展覽 然後說回 譬如 這裡的 以前的居民是怎樣生活 他們的屋子是怎樣 就會在這個文物館裡面 就會有些展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其實它的展覽不是很大 只有兩三間屋子 我們 好啦 反正都來到 帶個口罩進去 看一看 拍片 我們拍照 對了 咦 這個口罩出來了 咦 這裡有一些摩打 有些展覽 有些優館 有些優館 咦 咦 這裡有一些優館 這裡都可以省 現在就拍照 這裡 這裡 這間屋子 看到他們是用一些 像有一些樓塔式的建築 有一個大門 這個是上堯村 對 他們寫著了 那邊 上堯村 有五個豐收 還有 風條雨順 因為這裡有海邊 所以 可能會出海 有些村民 另外外面 就是 一個 碼頭 可以看到海邊的景色 我們可以看到馬鞍山 其中一個鞍 有一個是牛仔山 還是馬鞍山 另外這邊 會在那個度假村 剛才我們走過的時間 會聽到很多人聲 所以 應該是裡面有人在玩 我們先拍一拍照 這個 這個 挺漂亮的 剛才那條河仔 就變了很大的河 這樣 這裡 好 OK 好 我們就要到 分岔路口 有黃宜舟村 和喜子灣村 我們選 喜子灣村 走 一直下去 然後 應該會有很多人走 大家都應該去那個 寶谷灣 上去 我們要往喜子灣村 好 好 這裡比較 香膠一點 好 香川 其實好濃 好 好 我們呢 就 先繼續 向前走 哇 好漂亮 那個 好 好 好 行 到 他 可以 這 是 有 家 現在是這個堤坂 這裡有3個缺頭 這裡也有一點實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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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有些人走過來 這邊的路況會好一點 沒有剛才那些那麼爛 我們就嘗試一下 我們就在那邊走過來 這邊的路況會比剛才那邊更漂亮 最差的是那邊實在太冷了 我們現在就想先放一放航拍機 所以我先不拍影片了 我們剛剛就在這個布谷灣那邊 放了一轉航拍機 我們現在就會向另一個方向離開 這邊又開始這個路況又爛了一點 我們就要過第三關了 這個布谷灣真是很考慮你的容器 這隻小鳥很有趣 這隻小鳥很可愛 這隻小鳥很可愛 這隻小鳥會飛的呢 這隻小鳥 他飛走了 好 迎接第三條這個 這裡又是比較崩塌的 但是幸好現在是因為水腿 可以就這樣走過去 如果他多水的話就要走上面 但是呢 就留意一下這裡就 比較凹凸不平 而且這個就開始日久失修了 所以就要小心點 也不允許自殺力 對啦 那我們就上路的時候 也要小心點 因為石頭也不允許 所以我們就要獨自殺 還有掉了一些碟馬 對啦 我們過到來之後呢 這個路況也是有點爛爛的 所以呢 如果可以收拾其實也蠻好 這個也蠻漂亮的 那我看過去呢 就是剛才我們經過的路段 經過三條鐵通的橋 然後第二段呢 就是那個獨木橋 然後就是你要下去逛這個平衡的日處 有三關要過 這個布谷灣就是蠻漂亮的 不過我女生蠻厲害的 開會了我一次這樣 對啦 我就先拍照 等一下再拍片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離開這個布谷灣了 準備要前往最後一個景點 那就是西班 那我玩這段路很爛 OK 那要小心點啦 那我不要偷測啦 那我沒有偷測啦 那我真的沒有偷測啦 哇 真的要小心啊 那這段路 原來 這塊都 有幾個石頭 OK 那我們呢 就可以沿著這裏 兩厘海的了 這邊呢 也有個山路 可以接上去剛才的交入境那裏 那我們就沿著山路這樣走啦 那我們呢 就沿著交入境那裏 那就 就輕鬆易走的路呢 那就會 去西班那裏的陽庭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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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些有氣的地方 那 那 山徑都會點得 很符合 對 所以呢 就 看看去萬二路多久 這裏有個牌 去萬二路 9個字 1.5K 上搖都是9個字 那 這個是什麼 布古灣營地 OK 我們剛剛看到 一些行山人士 就在這裏休息了 幫我這裏都有個燒烤的地點 挺舒服的 我們眼前的風景呢 就是那個 下面的梁船灣 那個 水上中心 西霸就在上面 看到有些的士 走過去 我們的終點就是 那裏附近 現在呢 那 進去我們的 第三個景點 就是 西霸 那 希望 我們 稍後都可以 到西霸道遊覽一下 如果 不停 今天 天氣非常之好 所以呢 我們就 可以看到一些很美的風景 然後 遇到一些很可愛的人 那 先來在泰丁那裏 看到 幫忙 幫忙 清潔山頭的 師兄 師姐 那 他們 都非常之 非常之好 那可以 幫忙 清潔香港的山頭 那 那 他們是 撿垃圾的 那 那 寄餘這個 圓竹 加 做了這個 義工 那 幫忙 清潔 非常之欣賞 那 多謝 那 那 另外呢 到我們下山的時候呢 就看到一幫 外籍的小朋友 去圓竹 我想應該是跟學校 那他們就 眼睛很厲害 一眼就看到 這個是 GoPro 10 那 那 然後就問 是不是拍片 會不會放上Youtube 你這個Youtube頻道叫什麼名字 那 幾個圍著 幾個小朋友一起圍著 七嘴八舌都不知道 聽到誰說話 那 很開心 他們很興奮 那 我們 到了 剛才 到這個 渤湖灣的時間 那 都是 這個 膽量的挑戰 那 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人 那 膽量是怎樣 那 那 景色 真的挺優美 真的 但是 真的要注意安全 那個位置 真的 對了 那我們 來到這個西壩 那 那 都是有個 觀景台的 那 介紹在前面 其實是有什麼 那 這個是 圓午墳的觀景台 OK 那我們 看出去 就看到 前面那座高山 就是大蛇頂 最遠的那座高山 那 下面呢 有個大蛇灣 有很多 以前 Brain Forest 那間餐廳有一成 收拾後 那些動物 就放在大蛇灣 那 下面 那個湖仔 就是藏卿水上中心 那 另外呢 就看到 那裡有些森篤 啊 什麼 棋人石啊 啊 吊中洲啊 大頭洲 和教西洲 那另外那邊就是貨大 好 那我們呢 就沿著這個西坂 走呢 那 就 那 這個是應該 這個應該第一段的西坂來的 那 好像是有一個直升機場 那 那我們呢 可以 去看一看 如果有呢 就可以放一放飛機 那 哇 這個藍色好美 那 那 就 先看看 西坂的景色 小心 有車 這裡 有車行的 那 那 非常之美 那 那 前面呢 有搭平一點的路 那 就 可以 可以 有一個直升機場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裡 放一轉飛機 那 那 那 我們呢 來到西坂 那 剛剛呢 是個直升機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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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可以再走前一點點 那 就 看一看 萬二水庫的景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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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是很美的 很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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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上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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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外國一樣 真的不得了 我們拍一拍 水灘 有個 泛水口 水灘 很美 我想先拍一拍 不過風比較大 今天的行程就如劫 那就 很美 景色 因為天氣非常好 你們可以欣賞一下 海灣的景色很美 我們走這邊 可以看到 非常美 尤其是 現在 太陽在西面 開始準備入陸 打進去海水 那些 陽光 真的 不能定 很美 整個灣都很美 沒得 沒得 另外 萬宜水庫這邊的藍色 跟海水的藍色有不同 那 那 那 我不懂 跟 Tiffany Blue 類似 Tiffany Blue 那些藍色 真的 不能定 這個 真的 不能輸 馬爾水庫 這個藍色 是很遠都會看到 它的藍色是不同的 另外 東坂那裏有個儲水池 那個藍色 跟萬宜水庫的藍色 又是不同的 那個也是很美的 它會有一些 漸變色 那個儲水池 那裏 去到那個 海色洞附近 那裏有一個觀景台 可以走出去 觀景台望那個儲水池 那裏有些玻璃水 又是非常漂亮的 那 那裏有些樹 那幾棵樹 都挺漂亮的 如果走下去的話 那裏拍照 都非常之好 但是當然不建議你這樣走下去 那 另外 就 現在 回出去的路徑 就沒有東西看了 那 那 我們通常是 在北潭沖走進來 要走到這裏西白 才是第一個景點 那所以呢 之後 我們走出去 就沒有東西看了 因為遠處的車路 這樣走3K 回去搭巴士走 那 那 比較沉悶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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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要準備好這個終結 因為我也不打算再拍片 這段路 那 那 今天就 走了 10K 現在 10.3K 走了 4個半鐘 來了三個景點 那 就有 泰敦 那 有這個 布古灣 還有這個西白的 那 那 三個都 各自各有他們的 優點 那 泰敦是出了名風景漂亮的嘛 那 除了這個 大南的千島湖之外 那 那 那 泰敦這個就真是 大型版的千島湖 那 那 所以配上這個大晨天的時間 真的 沒有得輸的 那 那 那一上到去 那他又 上去又不是很久 九個字 都可以上到山頂了 那 就 讓你飽納一個 西貢的美麗風景 那 很心狂神怡啦 那 這個已經是 很高分的 一開始這個 這個分數就已經 那 那 那 然後第二個景點 是布古灣 那 這個 就 濫滿少少 那 那 但是呢 他又有去過 獨特的 漁村 那些 特色 那 我們會經過一個 上搖的民族村 那 可以看一下一些文化的東西啦 或者 以前 那些人 是怎樣生活啦 那 沿途又會有一些 破爛了的村落 那 那你會見到一些 爛了的屋啊 村屋啊 那 就可以看到 當時那些村的規劃是怎樣呢 那 另外 最後去到那個布古灣呢 那個堤壩 又很漂亮啦 那 那 那 是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是 一些海堤 那是怎樣 用來 捕魚的 那 那 那 因為那個堤壩其實呢 它有三個的排水口啦 那 就可以呢 嗯 潮漲潮 潮退的時間呢 就可以 可以在那些排水口那裏 那就可以呢 就 捉到一些魚 那 那 但是當然這個 就已經日久失修啦 那所以呢 就 有些路段 就 會比較爛少少 那還有 可能會有一些倒塌的危機 那 所以就 如果要走的時間 就要小心一點咯 那麼就 至於這個西伯呢 又是 沒得輸啦 還有一個 那麼 Tiffany Blue的 水塘那些水 那 再加上呢 後面那個 梁船灣那些景色 還有都可以看到西貢的外島 那都是 非常之好的 那 但是呢 就很多人就 不太喜歡走萬二水庫 的原因就是 因為 因為 由北潭沖走到東坂 慢慢走 我想要兩個小時 起碼 全程都是一些石屎路 那 那些人就覺得很長 因為有10km 那所以呢 那些人就 通常會坐的士進去東坂那裏 那就會 skip 了西坂的境 那其實西坂呢 都是 非常之美的 那所以 如果 呃 有機會 我覺得其實 都可以 嘗試一下走 那 尤其是 2、3 是不是2月的時間呢 2月的時間 西貢其實呢 都有一些調中花的 那就可以 在一段那個山頭上 都會看不到 那所以呢 如果譬如你又怕悶 那 原來實施路沒有東西看 那我覺得 可以 譬如 2月份的時間 調中花繩開的時間呢 就可以 走這個一段 那起碼都有花體 那 除了這個西坂景之外 那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你趕時間 要去 東坂那補邊洲 满柱海岸那些呢 那或者去浪汽呢 那 就 那你搭回的士 那 那 就走回來很多時間 那 那